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感谢阿瓦娜的同工 我们看到毕严刚刚讲到阿瓦娜的事工 真的很感谢他们 他刚刚提到想象 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操练在想象 什么是天堂 天堂这个话题 应该我们常常会去想到的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都很关心天堂这个话题 我们都很关心 我们对未来有一个冲击 我们在想说明天会不会更好 我们会想说人生的终点到底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有把握 所以我们会有点紧张 但是我们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都有所期盼 天堂是什么 中国人讲过桃花源 欧洲人讲过国光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有听人讲过 叫有个极乐世界 它是叫架赫西归的 可是我们美国人呢 是坐飞机去的 我们有一个乐园 像夏威夷一样 在海边有椰子树那一种 那个叫乐园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个人天堂的观念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想中东人他们说有可能是很多美女的地方 对女生来讲可能是很多帅哥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天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形容 我在前一阵子我去看到了一张图片 也是在夏威夷的一个地方 他这里讲到说 It's heaven in the car 意思就是说它是最好的冰淇 里面有各式各样很多很丰富很不同种类的 所以天堂有人会觉得说 是像是一个buffet这样子的概念的 里面应该是应有尽有的 就像我刚刚看到这个ice cream 天堂对有些人来讲 如果是修行的人的话 他会觉得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 很安静的地方 我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可是对怀念朋友怀念亲人的人 他觉得天堂是一个与家人相聚的地方 没有发现这个观念不太一样 一个是很清幽 一个是相聚的 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觉得说 甚至有点冲突在天堂的观念 有的人会觉得说他工作很辛苦 他觉得天堂应该是不用上班的地方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 他觉得说天堂应该是他可以 用他的所学 好好享受工作的乐趣的一个地方 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 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 都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 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说 世界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他刚刚在讲说 我们这个祈求祖再来 对不对 那到底祖再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景象 天堂或者是世界的结局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们要看圣经哪一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启示录 我们来打开启示录 我们看最后面 启示录的21章22章 我想我们今天就只念比较短一点 我们念21章的1到6节 22章的1到2节 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的21章1到6节 好我们一起来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无再有的 我又看见圣神新耶路撒呢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部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好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神了 我是阿拉塔 我是Omega 我是Chu 我是中文 我要将生命全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我们翻到第二十字二章 我们来念两节就好了 我们念一到二 我们念第一节 天使又只是活在神内 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未一致万云 来看见神 你在我们身上 那永世的气化 我们知道神 你是创造万有 你拖住万有 当万有失落的时候 主 你也定义来恢复 来医治 你要带领我们 走那条新的活路 求主把这样子的异象 这样的倾向赐给我们 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走在你的正路当中 我们有确据 我们有把握 这样祷告祈求 奉复主耶稣 基于圣明 今天我们讲的是启示录 有的人会觉得启示录很难懂 因为里面 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 这些章节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很奇特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很惊人的画面 那里面没写解释 你就读就觉得很难懂 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书 世经书的话 你会发现 启示录里面讲的 这个让人眼花摇乱 或者说多彩多姿 但是因为它是讲未来的事情 是预言 那预言的话 大家就有可能会各说各话 也有可能 因为每个人讲 那谁敢说谁就一定不对 因为这是预言 这是以后的事 如果是就位的话 我们还有考古学 对不对 那启示录的书 还没开始看 就在讲解释的方法 有哪几种 有这些什么 未来派 历史派 过去派 理想派 所以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派别 如果你在启示录 我们在看 里面有些数字 这个什么 四是什么意思 七什么意思 十四啊 二十四什么意思 甚至在时间上面 都有不同派别的说法 还有次序上面 也有不同派别的说法 所以你会发现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如果你看《启示录》的书 我大概可以摆满一桌子的书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找论文的题目 你找那种已经很清楚的 已经有定论的 就很难写 可是你找那个 有各种说法的 都还没有莫中以思的 这种的 就很好写 所以《启示录》里面 大家写 最后如果还搞不定结论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说 哦 因为它是一个奥秘 那既然是奥秘 既然是奥秘 其实它更吸引人 我们听《启示录》 听奥秘的时候 会有一种反应 我想是会这样子的 会说 你刚刚讲的 我听了 好像什么也不明白 可是 可不可以 请你再多讲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令人迷惘 可是也令人着迷 那《启示录》里面写的 其实在讲未来的事 可是未来的事 对我们现在这个当下 或者是对一世纪的基督徒 是有息息相关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各种不同的话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 这个世界人生许多的问题 而《启示录》 是要来带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 要带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 所以《启示录》 它成书是在大概是 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 我们知道约翰写的 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所以那时候的社会跟政治经济都不太稳定 那据说有一个暴君 叫做尼路人 我不晓得大家有以前小时候看过《暴君焚成怒》 你们如果没看过的话 那就是 我也没看过 我是听我妈妈讲的 那尼路这个人呢 他自己为了转移政治上面的这些危机呢 他就据说是叫人去放火 那放了火之后呢 就把这些责任嫁祸给基督徒 迫害基督徒 那甚至后来的皇帝还有搞一种叫做皇室崇拜 皇室崇拜 意思是说自己是皇帝 是神 要基督徒来敬拜皇帝 这个历史上叫做Imperial Court 这个是他们那一个时代 迫害基督徒 你要不你就随着大家敬拜皇帝 后者就下坚甚至被杀害 屈服的没事 改变立场的就好了 那些坚持有思想 坚持证实的基督徒 忠心爱主的 最后反而被破坏 反而更凄惨 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神要带来希望带来安慰在他们的身上 就把这样的意象给约翰看 所以启示录的信息要给我们 给人带来安慰 这样的安慰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世界当中 很多的事情在所有的表象当中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实体 那个true reality 那一个ultimate reality 是终极的实体 所以启示 启示叫做pockets 这个字启示 大家应用过在希腊文里面 是说把它打开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到七月里面 在雾连的后面 我们想要看到雾连的前面 这个雾连就慢慢的打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 就说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启示 而我们今天要看得懂的话 我今天要带大家 带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看 因为我想启示录 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 什么预表这些的说法 讲的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我要带来的一个方法 是怎么解这个启示录呢 我们来看从启示录的第一章开始 你们看到约翰看到许多的画面 这一卷书里面常常会讲说 好像有二十三个 或者讲到如同仿佛可能更多 所以约翰看到一个 有一位好像人子 约翰看到有一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 所以他看见 他看见 然后写下来 看见写下来 再看那个写的 中间隔了一层 如果我今天写说有一个信件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信件 我现在看了 我会解释说 它是一个text 或者是一个email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三十年前的我 我会记得 我在楼下等邮差来的挂号信 因为那是情书 记忆就是信件的情书 两百年前的信件是什么 飞鸽传书 所以你会发现写下来的时候 你的interpretation 因为你的个人的文化时间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会有点相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 所以最好就是把它带回去原来 你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来解释 就更为逼真 我们把经文带出来造的致意 不做过多的解释 把原来的景象表现出来 其实更容易看懂 更原汁原味 A picture is worse 什么 A southern word 对不对 这样子的做法 也带出更多的讯息 更能够帮助我们 这样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自己认为是很恰当 也很合理 我想我们大家看诗经书 有一套诗经书 叫做Bible Speaks Today 它里面有个教授 叫做Michael Wilcox 这个教授呢 他是曾经是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务主任 他一样的 你看他的书的时候 他把启示录分成八个目 八个sim或者说八个景象 用这样子来解释每个目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 把这些景象我们再增加再处理 影像处理一下 影像处理有空间式的 有时间式的 时间式就是把一张一张快速的播放以后 你会看到一个新的信息 我不晓得你 因为姐姐你可以room in去看 就是抽丝播剪看很仔细 也可以room out来看 当所有的时间很快速播放的时候 带出一个新的信息 更鲜明更活泼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 我们要看一幕一幕的 我们要快速的处理每一幕 那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认真听 请大家仔细听 前面的可听可不听 后面的要仔细听 所以第一幕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这里 我们看到的第一幕 你看二十一章这里 约翰看见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整本圣经的最后的画面 世界终了的时候 旧天地已经焚烧了 神重新创造这个天地来了 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 圣神新耶路撒冷 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去看一看 到底跟我们所愿望的一不一样 那你看 乍看之下 好像并没有让人很兴奋 你如果看世界 插去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好痛苦 也不再有眼泪 可是 这里有说 很快乐 很幸福吗 还也不再有 我们刚刚唱歌有唱到波利海 波利海是在第四章的时候 那里面是眼镜般的景象 描写了一个透明的 像水晶一样的 可是这里是二十一章 这里讲说 海也不再有 如果只照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 可能那些 喜欢乐园像海滩一样的人 在这里就会失望了 所以这里讲 不再有 但是有什么呢 有什么让我们很兴奋的呢 很多地方 我想耶稣在新约的时候 有讲过 不再有嫁娶 马太平洋二十二章 每一笔正式 除了这个不再有嫁娶 这个不再有嫁娶 还认得自己的太太 还可以跟自己的太太 hang out 句句 既没有婚姻的义务 还可以跟太太hang out 或许有男生会说 It's ok It's even better 所以 我们看到了 不再有什么 但是有什么让我们很兴奋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说 刚刚那种buffet style 那种应有尽有的那种景象 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ice cream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第二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个很让人惊奇的画面 又一个很熟悉的 有点熟悉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你看 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从神和阳高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未一至万名 这个生命树有单树名词 有棵生命树 Tree of life 题目我们定的在这里 不管核是怎么样弯的 或者绕着 或者是那个树很茂盛 可以跨过两岸 但是就是有一棵奇妙的树 它结了十二样果子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种很丰富的这种果子 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果buffet的味道 每个月都结果子 约翰那时候我不晓得他怎么算月份 因为没有是月光照 如果你看其他经文 我不晓得他怎么算的 他每个月都结果子 奇妙的是常常结果子的 而且这个叶子还可以吃 可以医治万名 有人曾经问过 我在销售餐厅的时候说 没有病痛为什么还要医治万名 这里面这个医治 是原文还有一个舍的意思 舍就是为人效益的意思 所以是供应人 让人得满足的人 不过我现在重点是 我要再说一次 我们来看这一个画面 我们用画面来连结来思想 这个画面有何语素 大家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好像记忆中迷茫之间 似乎看过这棵树 我们再来看第二幕 我们往前看 这个叫做倒序的手法 以前我们看英雄本色 小马哥中枪 后来他就回忆几年前 他怎么样进入这一行 所以这个叫倒序的手法 我们也一样倒序的手法 我们往前翻 往前翻到旧约的已期结束 第二幕 第二幕四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个是第二幕 要看懂这个景象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本书的背景 已期结束的背景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时期 几个年份 大家先知道 纪元前 我现在讲的是纪元前 九百三十一年大卫王朝分成南北二国 七百二十二年北国被杨树所灭 五百八十六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 五百八十六年南国被灭 记述这一个 然后以希结书的第一章开始 学者一般认为是以希结在三十岁的时候 他三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第一位之派 所以他是做祭司的 以色列人的第二次被掳 是在B.C.的五百九十七年 是约雅清作王的时候 有一万多人被掳到巴比伦 包括以希结 而他写述的时候 是在五百九十七年 被掳之后的第五年 所以他写述大概是在五百九十二年的时候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的时期是在被掳 然后再到南国被灭的时候 所以那一段时期 以色列人因为被盗 被逆犯罪 不悔改 受到一些惩罚 而以希结 这个时候是流落异乡的极其悲哀 然后你看到以后 约雅经的叔叔叫西里加 他被立为王 但是他是个傀儡 等到五百八十六年的时候 巴比伦人就来供耶路撒冷 西里加他的重儿子在他眼前被杀 而西里加他被挖去双眼 这个王看到最后的景象 是种子被杀 极其悲哀 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 圣殿也被毁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是非常悲伤的 国家被灭 圣殿被毁 那以希结 我想他做祭司 没有圣殿了 没有圣殿可以献祭了怎么办 敢行做先知吗 所以第三章他被呼召 当我们是敢 是呼召 他呼召之后 他做先知 神要把安慰徒星的信息 带给以色列人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 从以希结书里 从三十三章到第三十九章开始看 你要看到神的安慰之眼 就临到以色列人 然后从四十章的时候 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带他到一个至高的山 他仿佛 再一次 他仿佛看到一座城 这里是神给他的预告 一个sign 一直到四十七章的时候 你到四十七章 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荆棘的画面 你会看到 殿的门槛下流水往东流出 水刚开始少少的 往东流出 殿门向东 然后再绕右边的时候 往南流经祭坛 祭坛是宰山羔羊的地方 越流越低蛙 越流越深 水越来越高 水流过之处 你看到的景象是 资生动物极多的鱼 百物都必生活 可以使水变甜 苦变甜 我们的苦情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苦情 可以变为甜美 然后呢 你看三节到第九节 你会看到一个 神给他们一个 欣欣向我们的景象 欣欣向我们的景象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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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看 第十二节的时候 你忽然 你又看到一个景象 一个画面 第十二节 在河这边 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可做食物 叶子不不干 果子不断绝 每月 必结新果子 树上的果子 必做食物 叶子乃未致病 虽然有一些不一样的描述 但是我们看到 和与树的画面 是不是曾经似曾相似 神在旧约的时候 旧约的时代 极其悲惨的时刻 就出现一个告示牌 一个路标 要让我们得安慰 将来会再看到那棵树 我们现在在到处回去 再往前推 往前推呢 推到哪里去呢 这个 犹太民族 犹太民族 在他们的历史文化当中 就仿佛曾经被预抗过 我们再翻到前面 这个诗篇的时候 这一篇大家就很熟悉了 以前在做学生木道的时候 曾经听过一个很棒的讲人 讲这个诗篇 他讲说 不从二人的计谋的时候 这不从的从 是一个walk 是走的意思 所以他用一个很生动的 三个不同的动作 走 不要跟他们走 因为走久了之后 就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站久了之后 就跟他们坐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是要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被恶人来影响 OK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也很感动 也很帮助 而这里面的恶人 可以更广义的来说 如果我们更广义来说的话 在听见诗里面 叫做ungodly ungodly ungodly的意思就是说 不敬虔不属神的人 不是我们印象当中说 恶人就是坏人 是不敬虔不属神的人 就这边的这个信息 让我就很明白了 难怪 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带我信主的同学 跟我很好 后来他也带来到我中华贵书教会 所以他们父亲是非常的敬虔 也是我的好朋友 后来他们也当牧师了 以前我们碰在一起 我这个同学都会跟我讲 就会讲福音 讲见证 讲圣经 可是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就说 Hey bro 什么时候我们去看电影 什么时候我们去烤肉 什么时候我们去做什么 那这个同学就会站起来 走到房间里面去 我明白了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德 不做泄满你的作为 真的是言语出俗啊 受不了理 干嘛跟你讲这些 所以我就了解 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教导 我对我很有帮助 很有意义 我自己也很被提醒 不过我想想 对行为道德的提醒很多 可以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诗篇第一篇 偏偏要摆在整卷诗篇 一百五十篇 一百五十篇之间的第一篇呢 这么多诗篇一百五十篇的第一篇 是整卷书的引言 好像要告诉我们一个主旨 如果你看这些诗篇的核心 经文在三四节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景象 应该是说两个画面 五六节这里讲到说两条道路 或者人生的两条路 这个画面一条路是什么 是一个像康匹被风吹散 这个画面是说 恶人的道路像康匹一样 很自由很无拘无束 可是最后被风吹散灭亡了 不要走这种道路 可是另外一条道路 是义人的道路 你又会看到一个画面 像什么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盘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复干 你看 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惊奇的画面 有一棵树是义人的道路 会有这样的画面 当然它里面也讲到说 喜爱耶和华的绿华 要这个昼夜思想 那里面是在讲 是里面的一种倾向 不是我们在那边很认真 说要喜爱喜爱 而是里面有一个倾向 有一个气质 是因为我们要真正爱上帝 我们要爱上帝的同在 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这篇诗篇的第一个字 原文的第一个字是 变为有福 第一个字其实是 blast 有福了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有福了 有福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有福 是很有福 很幸福 非常幸福的意思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再往前看 我们再往前看 看到最前面 我们倒序的手法 现在看到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 这里 这里 神创造天地 万物把人安置在哪里 伊甸圆 伊甸 各位弟兄姐妹 是delight的意思 是快乐的意思 然后是一个原子 paradise paradise的原意 就是一个原子的意思 这里面有核流出来 然后那里有生命树 英文tree of life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原来那棵生命树 原来在这里 神赐给人的生命树 原来是在人被安置的伊甸圆里面 可惜的是 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 受到神的诱惑 很不幸 人堕落了 人犯罪了 罪的公价是死 所以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也是因一人而来 然后你会看到创世记 第三章的第24节 这里讲到说 人被赶出伊甸圆 你会看到24节 这里讲到说 把他赶出去 又在伊甸圆的东边 暗设基督婆 又在四面 又转动 发火焰箭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生命树的道路 有基督婆 有火焰的箭 把守 生命树失去 所以 人寻找生命树的故事 可以从这里开始 而上帝爱人 上帝怜悯人 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 神的救赎计划 他的起头 就在创世记第三章 第15节 这里讲到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这是第一个福音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活路 这里为什么 女人的后裔 为什么不讲人的后裔 为什么不讲男人的后裔 讲女人的后裔 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其他起名叫比玛内利 大家能记得这个神与人同在 所以 女人的后裔 人就有盼望 弥赛亚 终将要来 胜过魔鬼撒旦 人也必因一人称义得生 使人能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 所以 隐隐约约之间 这一条活路 要因女人的后裔 帮我们带到 新约的福音书里面 你会看到 弟兄姐妹 神的恩典 把这些画面 支给我们看 就好像路标 一个告示牌一样 今天我们要坐车到 Orlando 听说那也很好玩 中间有很多的告示牌 告诉我们 是怎样 怎样去 所以 上帝 让我们 我们今天是从头到尾走的一遍 对不对 是在这个上帝 让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廊当中 上帝用千年的历史来演绎给我们看 让我们看这一条路是正确的 目的地在哪里 我们可以准备好我们自己往前走 往前走 我们再来看一幕 我们刚刚是倒序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再往前推 我们要推回去了 我们看第五幕 第五幕 这里呢 就看到 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见 撒玛利亚的夫人在警方打水 耶稣说 十四节 你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这水在他里头 要怎样 只有他永生 然后我们再看到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有一兵拿着枪赐他的肋膀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而在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十九节讲到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还要再建起来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什么 指的他的身体说的身体为殿 有没有看到 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这画面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 使徒行转彼得前书都讲说 挂在木头上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这里讲的这个木头 跟启示录讲的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树 同一个字 那个树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木头 有没有看到 木头所做的十字架 因着耶稣的救赎 要与生命树产生连结 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弟兄姐妹 我把这些画面 在圣经经文里面提出来 你们看见这些画面 你们很快速的一幕一幕来看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 你会很欣慰 因为里面有个真理 仿佛之间就显明出来 里面有个真理 靠着耶稣走他的道路 我们可以再看到生命树 耶稣可以带我们找到生命树 亚当失去的 靠着耶稣可以再为我们得回来 因为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我们必经的道路 你记不记得耶稣说他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前前后后看了这么一次 神永世的计划 在我们前面表现出来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幕 也是最终幕 也是第一幕 也是第一幕 这一幕 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失去的 我们又再次看到 我们找到 新天新地的那个心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 那些曾经被破坏的 被恢复起来 曾经被玷污的 被洁净的 曾经失去的 我们再把它造回来 而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弟兄姐妹 在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又看到生命核 水的核 看到生命树 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 我们从启示录 到创世再回来 绕了一大圈 你会发现 神仍然掌权 第六节 他就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Omega 我是初 我是终 他的旨意 必定成就 他的不动摇 必定成就 就是我们 现在每一个人的肯定跟把握 神为我们预备 哪一个新的 新天新地 可以说 伊甸元2.0 plus 或者是伊甸元2s 比原来更好的 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个 好很多 你看 再看启示录21章第三节 看啊 神的招募在人间 我们来看 他要与我们同住 神要亲自与人同住 神的同在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非常显明的 如果你看21章的第16节 他讲说 这个圣神是四方形的 是个q 总共四千里 长官高都一样 这个观念跟至圣所里面的 长官高都一样 是同一个概念 而至圣所里面 至圣所是一年去一次 大祭司可以去 这里是更好的 整个圣城好像都是至圣所一样 是神同在之处 而这里面讲到说 圣经写说四千里 有学者说大概是一千四百里 以现在的玛利福来算的话 就是说在一世纪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基督徒 所认知的世界的大小 大概就是这么大 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将来在新天新地 圣神新耶路的沙南 随处都有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 不是现在要到圣殿去 是随时神同在的 没有至圣所那种 一年一次的限制的 是更美好 是更美好 所以有神的同在 而神是全能的 神是无限的神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丰富 有供应 有慈爱 有安息 有保护 有价值 有平安 有福气 有喜笑 有节庆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那种 把费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 非常好 比我们所要想象的还要更好 而神的子民 在神同在的地方 under 神的治理跟眷顾 享受神所赐一切的赐福 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属神的治理 在神同在的地方 祂的治理 享受祂一切的福气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启示录是很难看的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不晓得在哪一本书上 看到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讲说 有一个学院的圣经学教授 他在教启示录 正在苦诗怎么样 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想说 好 我就到乡间去散步一下 就碰到路边有一个村童 这个村童正在看圣经 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然后他就过去看看 这个村童在看什么样的圣经 就发现这个村童正在看 启示录 而且很smile 很高兴 这个教授就想说 怎么这么厉害 就过去问他说 村童 我不晓得他叫什么 怎么叫他 你看得懂启示录吗 他说都看懂了 但你有结论吗 反正结论就是基督赢了 我不晓得你们大家看书 如果没时间看 就换到最后一页 或者是谁赢就知道 我们看NBA也没时间 录了也没时间看 就看到我的队赢了 OK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画面 就是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结局就是基督赢了 可是今天 我们要再更深一点 我们要定格在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我要给大家一个画面 是 宝座 羔羊 跟生命树 你要定格在这样的画面 宝座 羔羊 生命树 我们至少要记住这样一个画面 有很多的画面 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画面 是宝座 羔羊 生命树 人权起 事录一再的提到宝座 至少有38次我自己数的 甚至你可以看见神的宝座 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 启示录 到创世纪 又回到启示录 你会发现神的宝座 治理这世界 神掌权 羔羊 羔羊在启示录里面 出现了28次 约翰看见的羔羊 有成被杀的记号 因为他成被杀 他用他自己的血 把我们从各国各方各民各国 买了回来 在这里 于月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生命树 宝座羔生命树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很忙碌 这世界的很多事情 这世界里面有沉重的 有高山有低谷的 我们经历时空中的很多的 这些苦情沉重 或许有不公不义 或许有这些虚无缥缈 但在这虚无缥缈当中 我们要看见 神要让我们在心里面看见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宝座 有高羊生命树 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世界 这样子的社会 这样子的世代当中 有一个true reality 这个true reality 带给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 因为是希望 是释怀 是明白 是肯定 是把握 这个画面 歧视录 可以让我们有希望 释怀明白 肯定把握 所以 我们才可以面对一切 是不是 这些画面 画面的意思叫做 image image 也是让我们产生 imagination image imagination 我们要有想象力 这样子的imagination 这样的想象力 让我们在人生当中 可以产生动力 当然 不是胡思乱想 我们要看神 给我们 什么样一个清晰的画面 成为我们的动力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悲哀是 悲哀之一 是 想象力枯竭了 就没有想象力 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同意 不管 在什么样的困难困惑当中 有多少悲哀了 一点想象力都没有的时候 中文说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想象力的 中文说完了 我们台语叫做key 料料 英文叫做game over 所以 想象力有多重要 我讲的想象力是 要背上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偶尔我也会去西雅多出餐 有时候会在那边待个四五天 那我发现 我一想起地雪来的时候 I still have this imagination and it is good 你知道吗 你还是可以想象 and it's so exciting 你可以想象到说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跟孩子在干什么 在哪一个地方 and it is good 有时候那个好 比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都还更好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 要存在我们的夫妻之间 存在我们跟孩子之间 存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对施工的看法 我们对教会当中 我们对社会 我们对世代 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想象力 这样的想象力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窃聚 也是我们的动力 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 讲到有一个财乐的妇人 财乐的妇人想到 日后的景况就怎么样 喜笑 就很兴奋起来 就喜笑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困难 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困苦 想到日后的景况就怎么样 苦笑 如果我们就只是水波逐流 我们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只是傻笑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期待都没有 想到日后的景况就皮笑 或者皮笑落不笑 我们需要抓住神给我们看见的那样子的画面 我们抓住想象力 就算现在不太幸福 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 就算现在我有一个有点讨厌不太可爱的老公 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 就算现在有一个有点爱念的老婆 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 就幸福起来 这个画面 这样子的想象 你要记住 我们要定格在圣经告诉我们的宝座羔羊生命树 所以金融姐妹其实不难 我们要记住 我们可以找到生命树 宝座羔羊生命树 请大家 我们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我都没有picture 我不想影响大家的那种 那种里面的那样子的情况 你闭起眼睛来的时候 你要看到宝座羔羊生命树 在任何的时候 在高山 在低谷 在任何的环境 或许我们很喜乐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个 或许我们很低谷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看这个 因为 因为 当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才会有把握 你才会有把握 说 主耶稣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会 常与你们众生的同在 我们请敬拜神对上来 我们要唱 从更不到永远